大家好,今天来一道白吃不厌的酸辣土豆丝 准备两个黄皮土豆,这种土豆吃起来口感比较脆 还有一种白皮的,口感比较糯,适合煮着吃 刮好皮后切成薄片,再切成细丝 粗细要均匀,切好放入水里,洗去淀粉 一定要多洗几遍,洗到水清为止 这样才能保证土豆在炒的时候不黏不糊 青椒一个,切成丝,大蒜几粒,排碎 香葱一小把,切成段,干辣椒一小把,切成段 锅烧水,加入少许食用油,倒入土豆丝 焯水30秒,捞出后过一遍凉水,防止土豆丝回软,影响口感 再撕起锅,倒入少许油,火热放入大蒜,干辣椒 爆香后倒入土豆丝,翻炒翻炒 倒入青椒丝,继续翻炒翻炒 加入少许盐,生抽,香醋 待会继续翻炒翻炒,把调料炒均匀 出锅前撒上香葱,这道又香又脆的酸辣土豆丝就做好了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我是娇娇,下期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